編武家董一芬這幾年來的系列作品著重在實驗聲音跟身體的關係 即我沒有說我不在這這兩個作品之後 在2015年新典子舞展中推出第三部曲叫做 Play Me 我不是我 從遊戲開始發展舞作 他想要問人在社會的規則之下 你所展現出來的自己有沒有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我 舞者在劇場中根據指令移動在悠揚的音樂間遊戲著 這是《冷聽院新典子舞展》邀請編舞家董一芬的新作 Play Me 我不是我 這作品其實我最早的想法是用遊戲這個概念 那因為發現說每一個遊戲裡頭都有所謂的遊戲規則 那我後來回想小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在玩遊戲就莫名的就會一直follow 然後你就會在從中會發現說每個人的個性在這時候是很被放大的 譬如說有些人就一直想要贏 那有些人就會討假包 然後就是不同的每個人的不同的個性就在遊戲中出現 董一芬近年來著迷於實驗聲音跟身體的關係 這是她自我否定系列的第三部曲 作品中握有麥克風的舞者就擁有了權利可以下指令 滾 坐 轉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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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滾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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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似你好像其實一直在 一直在服從甚麼東西 可是其實很多的反叛的人 其實在這個背後 背後 底下 洪璨!洪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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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董宜三在舞蹈間也對社會的權力關係提出了質疑 在规则跟权力游戏底下 每个人扮演的会是真正的自己吗 那他只能发挥它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权力在他手下 从舞蹈游戏间 董一芬要观众思考 每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